香港有沒有什麼運動項目 女獲殊榮? 就是跳繩啦! 早前在上海舉辦的世界跳繩錦標賽 香港是多個組別包辦冠亞貴軍 不過由於不屬於精英項目 所以一直缺乏政府之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就想了眾籌這個方法啦 究竟我們會不會用到眾籌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到 我們香港的跳繩運動員 希望每一個香港運動員 就算我們跳繩運動 未在政府任何機制下的情況下 都可以得到香港人的支持 眼前這兩位 都是現時香港隊最出色的 花式跳繩運動員 其中張柏雄更加身兼 跳繩隊總教練一職 好 這裡就是我這麼多年 由我跳繩開始到現在的場派 十五歲才開始跳繩 我們大概跳了九年左右 我叫GED 都是現時的香港 發式跳繩的隊會隊成員之一 今年代表了香港參加這個 十五歲以上男子團體組的世界賽 還有個人的世界賽 究竟一般跳繩和花式跳繩有什麼不同? 以繩為例 大概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威也繩 特點是很輕 主要用來應付一些速度賽事 第二種是膠繩 輕得來比起威也繩更容易控制 主要是用來做花式 第三種就是拍子繩 相對會比較重 上面有膠珠 打落地會有啪啪聲 容易做出節奏 適合初學者使用 亦都可以用來練習和做花式 這些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腳步動作 我們就會將腳踢 可能是交叉 一些單車步的動作 一到一些手步的動作 就會做一些交叉 跨下 交叉的花式 這些是一些比較難的交叉花式 可以放在膝蓋後面 或是腳後面 或是身後面 這些就是一些繩繩的動作 我們就會將繩繩繩在身體的不同的部分 變成一些不同的繩繩的花式 我們之後就會有些放柄的動作 就會將手柄放出去 我們就會再轉動 之後就接回 我們就會有一些多重的動作 當我們一跳高的時候 就踢幾下 這個就是三重 他跳高的時候 已經踢了三下 之後就會有些力量的動作 包括一些倒立 掌上壓 的動作 對 這樣 對 側面看 就是一些掌上壓 和倒立的動作 其實是成千上萬 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是成千上萬 無論是個人花式還是團體花式 其實是真的可以爭 是有無限的花式 跳繩是很講創意的 跳繩是很講不同的花式 對 到現在 其實我跳了十一年 左右了 其實到現在我還是有很多 學不完的花式 你問其他一個跳繩運動員 其實他們都會答你 學不完的 其實這些花式 會不會有雙環的問題 有 很厲害的雙環 其實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 手腕都一直有 舊環 其實一直要帶著 護腕去做一些動作 其實很多運動員的膝頭歌 因為跳繩 其實是跳動腳 撞到地下 很多時候 你做一些空翻 或者一些多重的動作 其實對腳的承受 壓力其實很大 跳繩這件事 其實不要看得很簡單 但其實都是需要很高的 體能的要求 經過兩個多月時間 今次眾籌的成績是43% 大概籌得39萬 雖然離90萬的目標 還有些距離 不過拍紅隊的結果 都感到滿意 認為跳繩項目 多了人關注 如果大家對花式跳繩有興趣 其實有什麼圖片可以學呢 中國香港跳繩 總會核下的 很多跳繩會 其實自己都有開到一些 興趣班 或者是一些體驗班 有很多適合不同程度的人士去參加 其實大家上網找 可能大家跳繩興趣班 已經可以找到很多